伦敦奥运第八天 奖牌榜依然是中美龙争虎斗的局面 中国的奖牌总数53面 包括25斤 占据第二 当天孙杨再度发威 以超大优势拿下了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 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 孙杨在第一次预备时抢跳下水好吓人 索性第二次跳水时未在犯规 前50米 孙杨稍稍落后朴泰环 但之后就超前 并且逐渐拉开与对手的距离 最终以14分31秒02的成绩 打破世界纪录 夺下金牌 中国基建载船捷报 女子重剑团体赛 中国队先在资格赛立刻得国 准决赛时更是与俄罗斯极战后险胜 最后在金牌战则以39比25轻取韩国队赢得金牌 男子20公里近走 19岁的陈定在18公里处取得领先 不久之后摆脱领先群 以1小时18分46秒的新奥运记录夺冠 羽毛球女双决赛 田青与赵云内以2比0击败日本组合 夺得金牌 女单方面 金牌由李雪瑞夺得 她以2比1战胜队友王一涵 凤凰卫视综合报导